各位好,現在我在南固台的位置 船街的裝修已經完成了 其實整條街已經拆了 連中學都拆了 話說旁邊的間中學都是猛鬼的 現在直上去看看南固台 也是在外面看的,封了,也不能進去 石牆說會保育的 南固台也說會保育的 就會變成一個婚禮的場地 南固台 其實字樣都在 其實這裡出名的是什麼呢? 猛鬼的 就說 有些學生進去了 就說見到鬼 現在就說活化 但是暫時還未有太多特別的工程進行 工程的入口就是這裡 可以看一看 近距離看看 他說其實有很多工事鐵 那些全部都在這裡支撐著 也看到 那些當時的圍欄還能保存到的 就是綠色的那些 那些雕客也能保存到的 那這個地方就突起了 我想當時的圍欄 這些是 這個位置應該看得更加清楚 他說上面的瓦釘已經沒有了 那其實 爬一爬上去 裡面也有幾層高 裡面也沒有 那眼睛也有很多那些 感應器 一爬上去 應該 被人發現到的 後面那些都塌了 有些 的 糊塗牆 上面 有很多那些 下面我都看到有幾個CCTV在那裡 看著的 已經看著了 他說最近有這一個道 這樣就 走進去吧 走到都要爬進去 其實這個位置都 那內部都應該有很多 他們的眼睛在那裡 其實 那我再看一下它的位置 那大家都可以 參觀到 近距離 看看看到裡面的情況 上面的瓦釘 已經是 沒有了 繼續下去看看 其實很多已經 前門都應該 都應該 生在雜草 對面這個位置 已經有一個 閉路電視在那裡 再看看 裡面就是這樣的 這裡有閉路電視在那裡 由下而上 這樣看上去 就是這樣的 那 那 那 猛鬼傳說是什麼呢 其實這裡就說 以前的 就是 就是 籌禁著 威安府 那就是日本 就是這些 打到來的時代 那就是 有很多這樣的 有些慘劇在這裏發生 自此之後,封存這裏有女鬼 又是女鬼的存在 有些人進過去看過 其實裏面,空小小的 其實很多都是用公子鐵頂住裏面 其實歷史價值的東西並沒有 並不是像元朗那間 所謂的猛龜大宅 魚丸那裏 裏面有這麼多東西看的 其實簡單來講,只有學 規探到自己都未進過去 在外面規探到大約的情況是怎樣 講了一些有關於日治時期的鬼故 其實旁邊的學校 現代式的學校都已經拆了 有整個船街的佈局 完全拆了 一個魏鐘樓在這裏 其實旁邊的新的大型商場 有些人 有些人 怎樣了 那裏面 可以看嗎 有些人說 有些女鬼在上面揮手 這樣 對啦 當年大鬧 廣春龍就在這裏拍的 旁邊的隱約都看到有個涼亭在這裏 其實裏面可能佈滿了一些 閉路電視那些 那些東西 這樣就 對啦 應該 並不是現在 看回 都不會有什麽特別猛鬼的情況在這裏發生的了 這樣今天就在這裏拍一下 有些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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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見 那些欄杆都沒有修復好 其實隔壁的商場 還有商場 還有商場 已經建好 那 都沒有建過 這個位 其實都是一個保育的紀錄 好 今天時間是這裏